讲说我们凤梨已经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并没有解决 因为在大陆去年开始针对凤梨 然后提到说有戒壳虫的问题 坦白说戒壳虫这件事情 你说是不是真的有发生 其实我们都承认说有 那关键点只是在于说 我们觉得那是小事 那大陆可以小事 也可以变成大事 因为戒壳虫这件事情 其实你最后做一套 做一趟薰针 其实就可以解决戒壳虫的问题 可是不肯 不肯的结果呢 其实凤梨我们看到去年很热嘛 补贴运费 然后呢这个卖到了美国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请问一下现在何在 新加坡就指控说 买回去那个凤梨 里面是黑心的 他们叫黑心凤梨 是真的里面打开了之后 切开了之后里面是黑的 当然不是全部如此 但它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就是你没有做好评管这件事情 你永远会被逮到辫子 然后再比如说运到日本 也是一样啊 现在日本为什么价格拼命地往下降 就是因为他们买到很多内部 里面不是那么熟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里面有黑心的 要不然就是里面有问题的 所以就日本对于台湾的爱 这件事情也都被消磨殆尽 难道我们要再上演一次吗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当然都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核心 第一个当然我觉得两岸关系 要改善这件事情 其实苦口婆心说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台湾现在面对大陆 有21世纪版的义和团 在19世纪的义和团是说 刀枪不入 这个神工护体 那现在台湾的义和团是说 飞弹护体这样子刀枪不入 没问题我们有飞弹 但事实上数量啊各方面 其实有一大堆的问题 我就不去论述 刚刚呆教授 其实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就连农鱼产品这件事情 都有这样的状况 全世界的农产品都一样 它一定是有越近的你消越多 因为你距离越近 你就越容易生鲜 你距离越远 你就越有可能要含了运费 含了各式各样的 这一些成本在里头 台湾会依赖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是亚热带 热带 他们是大部分的地方是温带 所以它的农产品的品项不同 可以互补 然后第二个是饮食习惯 就同样都是华人 所以饮食习惯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距离的近 就可以形成优点 你一旦失去了这个市场 你10亿去救凤梨 然后结果现在 日本市场也不吃香了 新加坡市场也不吃香了 石斑鱼 我们今年再拨10亿 请问一下 你有多少10亿可以砸下去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